这不太好了 这不打明星分你吗 美女 干吗去啊 撞了我抢走啊 神经病啊你们 干什么 别走啊 放开我 喝一杯 放开我 喝一杯 来来来 放开他 来让他坐 坐坐 来来 坐下 坐下坐下 干什么 放手 我告诉你啊 方宁 你别多管闲事 我跟你说 你别多管闲事 我干 算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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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道歉 好 好 好 大哥 对不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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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不起啊 好了 他们都道歉了 给我 对不起 对不起 好 你等着 你等着 神经病 对不起 芬妮 没事吧 咱们快走吧 走 等等 给我打 上 快走 别伤了 离婚 别打了 没事吧 大爷子 别睡 不行 不行 报警了 芬妮 芬妮 你千万别报警 芬妮 为什么 你要是报警 明天就烧头条新闻了 这样和叶波 这再也没有机会了 你不是 很厉害吧 你厉害 芬妮 我求求你们了 我求求你们了 星光 有 怎么打 你谋杀欠妇啊 行不行 让你吃下去 谢 谢 滚 快走 走走走走 没事吧 你吃我豆腐 好 方峰 不要再这样了 看你刚才跟个泼妇似的 你看你都伤成什么样子 那他们打我朋友 我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不管吧 打架是男人的事 你跟着揣个什么呀 行了 你干吗说这么多狠话 再说小枫也是为了你啊 你今天就是看我不顺眼 我就看你不顺眼怎么了 我本来今天约的就是分你 你来干什么呀 行 行 李欢 你停车 不用你送 我自己可以回家 不送就不送 没见过你这么蠢的女人 停车 下车 不劳烦你了 我自己回家 哎 房峰 李欢 你干吗说这么重的话 再说了 她一个女孩 这三更半夜的 行了 我先下车 你赶紧去追她 我送你回去 哎呀 你不用送我了 你赶紧去吧 我家就在附近 好了 赶紧去啊 你赶紧去啊 行了 我先下车 你赶紧去啊 我送你回去 行 这才是常试的 这才是常试的 你赶紧去吧 你有杶紧去吧 你呢 我还没带你 我来 你去吧 那你去吧 你去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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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芳芳 我送你回去 不用 李花 你回去吧 你疼不疼 真傻 傻瓜 你疼不疼 求求你了 放我回去吧 我不 我怕一松手 你就跑了 晓风 快快快 怎么了 你怎么了 有没有受伤啊 没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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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嘴怎么了 我 你到底怎么了 说话呀 我 我刚才跟一群男人打架了 打架 跟谁打架 有没有报警啊 我跟芬妮出去玩 碰到一群流氓 骚扰芬妮 她们还把李欢给打了 李欢 到底怎么回事 把话说清楚 我看李欢被打 我也不能袖手旁观啊 我就 我 那李欢呢 芬妮没打架 但她脚崴了 李欢也是受了点皮外伤 不太严重 那李欢看你被打成这样 她就让你一个人回来了 没有 她把我送到家门口 就回去了 你说你 她 对不起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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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疼死了 还知道疼 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 不让你跟李欢在一起 就不听 受伤了吧 我在外面被人欺负 回来还被你欺负 有没有天理啊 好了 好了 先回家吧 你答应我 你答应我 不许讨厌我 永远也不许讨厌我 我从来没有讨厌过你啊 可是 你打架这次 我能不能讨厌一下 不能 我做什么事情都不许讨厌我 全世界的人都可以讨厌我 就你不行一次都不行 好了好了好了 不讨厌行了吧 回回家吧 你 来 晓风 我还是有点不高兴 为什么呀 你对李欢那么好 还帮她打架 我嫉妒她 你没看到当时的情况 要是换成你 我肯定拿出必杀绝技 什么必杀绝技啊 胸口碎大石 好了 好了 上瘾了你还 你不需要她的照顾 只需要我的 否则 我一定要好好揍她一堆